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人从接受审查调查到最终定案一共有几步 谢谢 尹俊阳你好 感谢你的提问 胡者 猛兽爷 在中共党史上多以老虎来比喻直级较高的贪污分子 打老虎则衍生为惩治高级别党政领导干部的腐败行为 历史的看 新中国成立初期 中共对身居高位要职的刘青山 张子善严厉查办 是中共反腐打老虎的一个经典案例 18大以来 中共以史无前例的力度重拳出击打老虎 打老虎怎么打 中共打老虎有着严格的程序 公众首先看到的是官方在立案审查调查阶段进行的通报 这是打虎流程上的重要一环 实际上 打虎工作从披露更早时就已经开始 涉及到的具体流程 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直际审查工作的起点是接收问题线索 此后有谈话函询 初步核实 立案审查等程序 每一步都有严格的规范 在此过程中 纪检监察部门要收集证据 查明其违纪违法事实 比如审查过程中 一边是严肃认真的审查谈话和细致入微的思想政治工作 一边则是严密周全的外查取证工作 共同形成相互印证完整稳定的证据链 之后 审查组撰写违纪事实材料 与被审查人见面并听取意见 在集体讨论的基础上形成审查报告 进入审理阶段后 案件审理部门受理审查报告 开展审理并提出审理意见 提请纪委常委会审议 做出处分决定 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 需要说明的是 中央纪委同国家监委 合属办公后 律行纪检监察两项职能 对于违纪违法者 分别由纪检部门给出党纪处分 监察部门给出证务处分 那么打虎通报中 常见的双开 就是指给予老虎开出党纪处分 开出公职处分 给出党纪证务处分后 如涉嫌犯罪问题 纪检侦察部门 再将其移送检察机关 依法审查起诉 而在进入司法程序后 打老虎通常先由检察院 批捕审查起诉 再由法院审理宣判 我这里有一组数据 十八大以来 截至2022年上半年 省部级以上的落马官员 有430多人 反腐专家表示 十八大以来 中共敢于刀刃向内 敢于刮骨撩毒 敢于壮士断腕 重拳反腐 成贪去恶 这些数据和事实 再次说明 不论什么人 不论其职务多高 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 都要受到严肃追究 和严厉惩处 反腐没有休止服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中共始终保持 自我革命的常态 这也正是百年大党 可以拥抱青春活力的 关键所在